哈囉 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是妮娜 我是Peggy 我們今天又要來吃巧克力了 巧克力了 巧克力相關的食物 喝的吃的有巧克力啤酒 然後巧克力甜點 然後各種形狀 OK 第一個 Oreo 大家想說Oreo怎樣 它長得像 小時候我們吃的電腦儲器袋 它不是餅乾 然後因為它是全球限量 聽說它這個上面有藍色跟銀色的 然後你如果開到很多銀色的話 你就是幸運而已 Luckyball 我們先丟出去 我們是5顆裡面有4顆 它有兩種吃法 一個是放冷藏 然後拿出來之後丟進熱咖啡跟熱牛奶裡面 另外一個就是直接吃 直接吃這個你可以放在冷凍庫 聽說很像冰淇淋 好像有一個明珠冰淇淋也是 開始吃了對不對 我想你不敢合適了 OK 聽說很像明珠冰棒 好像有出一個Oreo口味的 吃起來差不多 怎麼樣 有冰淇淋的感覺嗎 沒有 沒有是不是 我拿出來太久了 你是不是吃錯顆了 沒有啦 這顆比較冰 真的 我先要牛奶出場 你幫忙一下 準備好熱牛奶 你這個啃過的要丟進去嗎 你介意嗎 這 還好 我就兩顆都丟這樣 你先讓我咬一口好不好 我也想要我看 我跟你講那顆是不冰的 這顆是冰的 因為Oreo的外層那個巧克力 它是有脆度的 可是齁真的蠻甜的 還是泡牛奶好了 就轉一轉甜一甜 泡一泡牛奶 就進去喔 這樣嚼起來很像巧克力麥片耶 我真心覺得他們不用這麼認真耶 他們就好好的做他們的Oreo就好了啊 好好喝 很甜的牛奶味 好這巧克力的味道不濃 那你可以幫我倒杯茶嗎 好好 為了要拍這個啊 我們很認真查了 巧克力的話 它可以配的就是 紅茶 花茶 或者是黑咖啡 那我問你喔 你真的在吃Oreo餅乾的時候 你真的會給它這樣轉一轉 然後把中間挖出來嗎 當然不會啊 我也不會 小時候看這廣告就覺得 而且還手這樣進去耶 你爸爸不罵你才會鬼 我也要 好的 它如果丟進牛奶裡面 然後 泡一泡之後會浮出一個玩具 就完全 我就要去告它 為什麼 很可愛耶 你那個很像泡沐浴澡 那種沐浴球 搞不好它浮出來的東西 是可以吃的在乎可以啊 免花糖可以 對對對 就浮出那種小巧妙糖 好啦 我們這個是Oreo夾心巧克力蛋 你是不是放版了 你 你的小超太大張 下一位 我又沒有開瓶器 我來 專業的 歡迎來 哈囉 好 好 啊 啊 我終於打開了 巧克力啤酒 它這個啤酒叫做 有什麼啊 有鬼 看起來就是醜 這支酒呢 現在網路上已經買不到了 我們團隊特地去 東美一間賣巧克力的店 買了這支 來喝喝看 杯子 怎麼樣怎麼樣 好像在喝黑巧克力 加氣泡水 有在研究啤酒的人應該知道 啤酒有非常多的釀製過程 因為它是啤酒花香味比較明顯的 啤酒花香味比較明顯的話 它的特色就是苦味會比較明顯 會留在舌根的地方 對 我的天啊 我是不在那喝酒 網路上是說呢 他們口味上是像 有如戚風蛋糕般輕盈的香氣 你有喝得出戚風蛋糕嗎 你的臉 稍微麻一下 我覺得它就是像我說 因為它是用啤酒花釀製的味道 所以它本身帶苦的味道比較明顯 可是它算是就是 不順口的 可以這樣是不是 它的啤酒的氣泡是比較細 所以它比較硬一點點 沒有啦 基本上我們兩隻比較不太能喝啤酒 不然其實愛喝啤酒的人應該是 蠻特別的口味 我喝過草莓啤酒 好喝 我也喝過很多啊 蘋果的啊 蜂蜜的啊 我沒有跟你 我只是想跟你講說 就是有其他啤酒 這個也是精釀啤酒嗎 那你去蘭嶼喝的那個人之水 也是精釀啤酒 喔 好喝 那一支真的 我才爬大概20分鐘嗎 它爬3 有人爬3代啤酒嗎 啊它就在門口賣我不是稍微跟它 蘭嶼唯一一支啤酒耶 所以那一支很好喝 好喝很順 超順 而且氣泡是大的 喝完了 下一個 巧克力戚風波特啤酒 結束 欸你臉是不是要開始紅了 嗯 我是很硬臉紅的人 我是不會醉 所以還好 好OKOK 下一位 再來是這個 它叫乳肌巧 你看它包裝真的很認真耶 那一支一支的雞爪 然後它上面有6種 而且是台灣傳統小吃的口味 蒜味八角 辣椒九層塔 油蔥酥跟芥末 好 我要九層塔 它這個就是結合台灣小吃味 然後做成雞爪的造型 這個網路介紹是說 它是可以拿來當作配啤酒的小菜 喝完了 換你 從剛剛現在都是咬過的 很香耶 它的九層塔 現在吃蒜味 很可愛耶 你看 它蒜味的是烏角 嗯 我覺得蒜味比較好吃耶 要不要來一點不一樣 來個辣味好了 好可愛喔 它顏色還不一樣 大家看 要來挑戰一下辣椒了嗎 好 這次留兩支給你 對 這種感覺 哎呦 哎呦 辣椒來了 辣椒的味道比較明顯 很特別耶 好還有三個 流通酥 芥末 芥末 跟八角 來你先吃 終於是我先吃 不要說我都虧待你 我看到我完全可以形容它像什麼東西 它很像泡麵乾燥蔬蔬菜包的那個味道 對不對 對 八角跟芥末 Which one 我覺得芥末先 好 芥末嘛 嗯 什麼頻道啊 我吃不出來芥末 對我來說它就是純巧克力耶 八角的香味很舒服耶 很溫存的那種八角的香味 八角有合巧克力 對 八角可以 我覺得這很可愛 這可以買來送人耶 造型有趣口味也有趣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覺得八角贏了 然後再來是辣椒 然後第三名九層糖 而且你看它的包裝好可愛 因為它就是我們傳統 乳 雞腳 會放的那種塑膠盒 真的很可愛 它的紙袋也是很本土的一個品牌耶 品台灣手工甜品 很用功 真的 It's Taiwan is chocolate 歡迎大家去買一下 採購一下 好 下一個 登登 很有名的 星球工坊的爆米花 中路巧克力太妃 好的 開吃 開吃 他剛剛已經偷開了一包 沒吃 可以分為一個嗎 可以 對不起喔 柯柯粉裹在外面 它的中間層是太妃糖 然後裡面是爆米花本人 好好吃喔 它的口感是夾心脆的那種感覺 你愛吃甜應該喜歡 他們家很有名的是因為 他們的爆米花爆起來是圓的 怎麼爆的啊我想我們知道 你就買他家的就好了 你不用知道嗎 那你可以把旁邊幾個口味的糖出來 給我吃他好不好 本來想要買一個松露巧克力太妃口味 然後廠商就送我們其他三種口味 而且還各兩包 所以我們現在就一大堆爆米花 超多口味的 沈飛 玉米濃湯 太好了 剛剛吃那麼多甜的 現在來吃一下鹹子 然後我這邊還有 蔗香焦糖跟 雙色地瓜爆米花 就是各式口味 然後其實大家在網路上是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口味 不只這四種 對啊 因為他很有名啊 然後我就選了這四個 不是 我是只選一個 然後廠商就送了一大堆給我們 就是廠商人很好 謝謝 啊 這不是只有臭男生才會做的事情嗎 我不要 你瘋過 我不要 很誇張耶 可以換另外一個口味嗎 我想吃地瓜 我要吃雙色 我覺得玉米濃湯口味超適合拿進電影院 對 真的很厲害 它上面有寫 台濃57號黃金地瓜 我跟你講 57號黃金地瓜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它是甜度非常高的 台濃73號紫心地瓜 它就是很純粹的地瓜的香氣 最後一個 蔗香焦糖 它裹的那個 糖的那個包皮啊 它就裹起來的那個 裹椒糖的外層 OK 它包的那一層皮 不是啦 英文叫coding啦 厚度比較厚 所以它吃起來它是很脆口的 好 你愛哪一個口味 莫名其妙的 我居然愛上了 太飛糖 第二名就是這個 雙色地瓜口味 最主要是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太飛糖 英國有一個 紅色的包裝的鐵罐 太飛棒 就是這個口味 可是這個味道是一樣的 一樣的 然後爆米花 對 我買這個就好啦 我幹嘛去買那個會得要死的東西啊 我買的是松露巧克力太飛 但是 我這台自己居然喜歡蔗香焦糖 比較古早味 然後第二名是松露巧克力 好的 我們要進展下一趴了 這先不要管起來我可以去吃 好下一位 九字櫻桃 我剛剛又想到了 我又可以來表演櫻桃梗 打結 好啊來啊來啊來打結 我們要來比賽嗎? 我沒有要跟你比啊 很漂亮很精緻 哇 要不要一人一半 你咬一半我咬一半 那你先咬 免得又說那個了 白蘭蒂喔 稍微控制一下喔 我有沒有 像巧克力越嚇到我真的吃了 呵呵呵 喔 櫻桃也有泡白蘭蒂 然後外殼的巧克力也是白蘭蒂的味道 嗯 要小心咬 因為它一咬下去會直接噴汁 因為它是滿滿的酒 哇這個很用心欸 而且它包裝也很用心 重點是你知道 這個是我上他們的官網去看的 它是叫做黑芳巧克力 他們是為了讓長輩吃到好的巧克力 所以他們是從種可可素來開始的 他們家 對 真的 真的 我剛剛覺得我在跟你小酌的感覺 就一種 SHOT 真的欸 它外層的巧克力純度非常高 然後白蘭蒂它是帶有一點甜味 然後油漬櫻桃也是甜的 它正好把硬的軟的跟液態的口感完全包裹在一起 然後你一咬下去就是蹦出新滋味 這偶爾吃一顆滿酷的欸 我剛剛喝第一口的時候突然覺得有點迷上 因為它有甜味 我覺得它跟我奶奶以前會從美國帶一些那種整合各種口味的那個巧克力 然後裡面就有白蘭蒂口味跟櫻桃口味 其實有點像 但是這個做的比那個好很多 很有質感 對 因為它那個出來都是醬 櫻桃白蘭蒂醬 這個是完全真正的自櫻桃包在裡面 這是一個很時尚可以送禮的東西 對完全欸 這個贏過外國來的 在地的東西做到這樣真的是要值得稱讚 我沒有想到這可以這樣欸 喜歡推薦 下一個 有啊喝了 巧克力飲品棒 對對對我們打開看 我買了珍果口味跟玫瑰鹽 先試一個吧 又跟妳講 剩下一杯牛奶了 那來個玫瑰鹽好不好 鮮甜口味 大家會去買巧克力粉或是可可粉回家泡嗎 我會啊 Cosco的啊 其實妳下次不用 妳就買這個就好了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金字塔形狀的 直接下到熱牛奶裡面 然後它這個棒子是一個湯匙棒 等它化之後就嚼一嚼就可以喝了 我可以先偷咬一口它的味道嗎 好 好一樣 下去了是不是 這不是應該有儀式感嗎 成分是血用80%象牙海岸巧克力 加77%的黑巧克力 欸妳剛剛單吃好吃嗎 苦苦的還可以 是我喜歡的 很純粹的巧克力的味道 這好文青喔 就這樣子 然後給妳一個湯匙棒 然後就是這樣 等它泡開然後打個 打個電腦 對對對 然後沒事還可以拿起來再咬一口 對對對 然後拍個網美照這樣 就是這樣 可以嗎 可以 好沒 還沒 好OK 好我們等它化開的同時 我們吃 最後一項 好你先打開它 我來跟大家介紹 先冷凍拿出來 後再室溫退冰15-30分鐘就可以吃了 切勿冰至冷藏保存 因為它裡面是做冰淇淇淋的口感 噢 百分之七 12%的生巧克力 好來 給一半 嗯? 嗯? 怎樣冰淇淋化了 冰淇淋惡化了 我說冰淇淋化了 我什麼冰淇淋惡化 什麼東西 我聽起來就變這樣啊 你先吃下去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是冰淇淋惡化 它裡面有個鹹鹹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也嚇到了 他說呢是台中日式大福專賣店的招牌口味 然後是比利時生巧克力 加上澳洲乳酪 然後外層裹上手工奶油餅乾 有手工奶油餅乾的感覺嗎? 有 然後最後包 然後最後包上成糯米麻糬 整個就是 西式加日式加台式的創意甜點 有餅乾了 這好吃啦 它一盒四顆 然後如果說它真的是冰凍的話 然後拿出來吃 我覺得它的口感會是 有麻糬的Q度 然後冰淇淋它有一定的口感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愛吃甜點的人 因為它冰在冷凍庫出來就是冰淇淋 然後又有暖劑 拿出來直接吃 對 他們家叫合日手作甜點 好 回到我們剛剛的巧克力飲品棒 把它搗一搗 先喝一口 可以 你喝看看 跟前面那個比起來勒 我覺得它要再化欸 好 但是它巧克力是好喝的 我剛剛咬一口就覺得它是好吃的了 所以它一定很厲害 Oreal的牛奶味比較重 因為Oreal中間那個很加心 然後這就是牛奶巧克力 它的確有那個海鹽的香味 你可以喝喝看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要全溶掉 不一樣 真的 你喝喝看 它不會膩口 我不用這個 對 對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不會膩口 因為它有鹹鹹的味道 250cc的水 然後 85度C的熱度 對 這麼高溫是不是 真的嗎 手都燙 所以我跟妳講 所以我剛剛 對對對 所以它一直溶不掉 因為我不夠熱 對 它第二部還寫說 攪拌均勻 嗯 Enjoy 我覺得它盒子好可愛 我在看它盒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買這個 因為太可愛了 然後它也這樣搭色 做得太好了 我一天剛好有在編輯 就騙它什麼的 這排版實在太可愛了 breath chocolate of chocolate 這個設計是誰請告訴我 好啦 我畫了嗎 不是畫了 是我硬把它摳下來 因為最主要是 我想讓大家看那個木湯匙 它就可以這樣拌 很文青 哇 OK 你直接先喊一口 欸我喊一口就有鹽巴的味道 你直接喊一口 好啊 欸這杯給你 你很在乎嗎 這個好喝 這超適合熬夜的時候喝的 還好我們選它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剛剛試一系列的甜食 它是唯一的鮮甜口味 所以變成說 它其實是 不會膩的東西 嗯不會膩口 我覺得它喝起來是 蠻有高級的口感的 它就是整個儀式感啊 你剛剛直接給它擦下去 它從包裝就開始有儀式感 然後打開 放下去然後攪一攪 對 上個班 繼續攪一攪 好喝 很適合上班族 互送禮物 現在聖誕節不是快到了嗎 對啊 這超適合的 對 萬聖節就是送雞爪啊 送女生 對 可以 可以 這個很可愛 可以可以 試試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 所有的東西 我們今天不評比 但是 討論回購率 可以 全三名回購 這第一個 第一名 對 哇 這個 這第二名 對 好 三 爆米花 爆米花選什麼口味 Truffle 松露巧克力太飛 換我了嗎 對 櫻桃 這個真的很強 真的 真的 送禮自用兩箱禮 很有水準 因為我在國外也吃過一些巧克力 然後我也去比利時吃過各種巧克力 我覺得他們家就真的很有水準 就是你可能再拿恰巧克力給我 還是選這個 這是第一名 然後我的第二名是 爆米花的 蔗香焦糖 第三名 我選巧克力棒 可以 你看 我覺得真的太可愛了 然後如果收到這個禮物 他會覺得很窩心 還好我們只泡了一個 你還可以再泡第二次 然後 我必須講 雞爪真的很特別啊 可以送禮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的六種口味 每一個其實都還蠻驚艷的 台灣LV 對啊 這就是我們今天 巧克力食品分享 大推薦 對 謝謝收看你們LV 掰掰 下週見 掰掰